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说明它对这款车还是有极大的信心的 我们可以看到 在很多次WEY的追尾事故中 长城WEY系列车型基本没有遭受损失 质量完全可以与公路坦克比亚迪相媲美 这辆车比比亚迪唐更豪华 配置更高 并且具有比比亚迪唐更好的外观 但是为什么这辆车不如比亚迪好呢 听到很多车主说出原因后 终于知道为什么这款车卖不过比亚迪唐了 很多车主都说这款车很不错 但是这款车的油耗实在是让人难以接受 高速上不高速驾驶油耗10到13个 市区就是13到15个 如果高速驾驶的话 17个油都不一定能打住 燃油消耗是一个缺陷 许多车车主都表示虽然不贵 但是这个油耗比百万路虎都不慌多让 不是一般人能负担得起的 除了燃油消耗外 很多车主说除了油耗外 车内感觉还有点奇怪 导航也不是很好 后备箱空间也比较小 动力启动有一些肉 我觉得如果这辆车是平民购买的话 基本上都买不起 尽管看起来不错 感谢观看起来不错